在影像法裡面 這種東西是比較麻煩 就是一大堆人在裡面 到底誰是誰 誰是誰 我們有時候會搞不太清楚 甚至有些名稱 我們都不一定那麼清楚的時候 這個就是 盡量我們用畫圖的方式讓大家盡量比較清楚 因為條文的文字有時候是很囉唆 那其實條文文字裡面其實有一些共通性 就像你看你這樣畫完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有些共通性嘛 連來連去 連到的東西其實差不多啦 好 那我大概說一下 剛才我在講說 用你計算25條的5% 10% 25% 50% 一個是說本人或者是利害關係人 同一人 同一自然人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的問題 那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 剛剛說到持股5%要申請 申報 持股5%申報 然後如果你取得10% 25%跟50% 10% 25%跟50% 要申請核准 那我跟他說 那到底誰會算在這裡面呢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範圍 那這裡講的是同一人 同一關係人的問題 同一人 同一關係人 那法律上所謂的同一人 比較單純就是 就是這裡嘛 自然人跟法人 自然人 你我就是自然人 這個應該不用特別解釋 民法上自然人 好 所以同一人 一個是自然人 一個是法人 好 這個沒問題 所以如果他的名稱最後出來 就是同一個人要持股那麼多的話 那一早就知道 用ID 用身分證之後 立刻就知道 那同一法人也是一樣 我用名稱 我用那個... 那個...那個... 其實一查也就知道 同別人一查就知道 好 那比較麻煩的是 從他衍生 往下延伸出來的人 才是真正麻煩的 好 那什麼人叫同一關係人呢 就從同一人往下延伸出來 叫同一關係人 好 那這裡的圖 例如說像這個圖這樣看出來 各位就發現 自然人會往下延伸一點 法人會往下延伸一點 然後延伸完之後 後面連結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好 第一個自然人 自然人跟他的配偶 還有二親等的寫親 二親等的寫親 好 這個等一下細節我再說 那如果是法人 法人沒有 法人沒有配偶跟二親等寫親的問題 但是法人有董監 有經理人 所以董事 監察人跟經理人 這幾個人跟他們的配偶 跟他的二親等的寫親 這個人數就不少了對不對 這些人全部都會算在一起 這邊都會算在一起 好 那這些人算在一起之後 接下來這個就是所謂的同一關係人 所以你現在看到上面有的出現的人 全部都同一關係人 所以如果我跟我的配偶 我跟我的二親等寫親 比如說我跟我的子女配偶一起持股 超過 剛剛講的超過5% 超過5% 或者是準備要取得超過10% 都要申請核准 因為我們是同一關係人 我們是同一關係人 好 那我說 這樣很容易被發現 一看就知道了 那我就再往下延伸說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我老婆持股某一個公司 她持股超過1% 比如說有一個A公司 她持股超過1% 然後再用這個A公司回頭也去買銀行的股票 請問各位 她去買銀行的股票 跟我去買銀行的股票 因為我老婆可以控制她超過1% 請問我會不會間接也控制到這些股權 其實也會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說 如果是我的配偶 假設是我的配偶 我的配偶如果持股超過1%的企業 這個企業如果叫假公司 如果叫假公司 這個假公司 再也去買銀行的 也去買至光銀行的股票 雖然看起來她不是我 可是我對她也沒有絕對影響力 因為我透過我的配偶 我的配偶又持股超過1% 所以我的配偶幾乎會控制這個公司 當我的配偶可以控制這個公司 她所持有的至光銀行的 跟我所持有至光銀行的 其實等於就可以弄在一起了 這個就是當初要把它拆開的原因 結果我又把它弄在一起了 所以這時候把你全部歸成同一同一關係的 所以你只要是這些人 全部股權加加加加加 如果準備要超過10% 你要申請核准 你要申請核准 所以這樣的做法就是避免 避免用這種拆解的方式 然後達到我還是把股權集中在 真正背後有一個真正的 具有影響力的人是可以控制的 好 好 那第一個是持股超過三分之一 第二種可能是我擔任董監 或者過半數董事 我老婆一個人怎麼可能會擔任董監 跟過半數董事呢 她一定不會是過半數董事 但是她有沒有可能去擔任董監 有可能嗎 比如說我的老婆去擔任某一個公司的董事 然後這個企業如果也去有至光銀行的股權的話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一樣對他所持有的至光銀行的股票 一樣也有一定的控制力 好 所以大股東適格性的管理 其實就是要看 不是看你名下實際上你的股權 而是看你實際上可以控制的股權 像這個都變成他可以控制的股權 好 所以這兩種都是 那有沒有可能會有過半數董事 什麼情侶會有過半數董事 例如說這裡有我 有我的太太 有我的子女 搞不好我的配偶跟子女 在某一個公司裡面扮演過半數董事 他也許不是董監 但是他也 他也許不是單獨一個董事而已 他可能就董監過半數 然後這個企業或這個財務法人 財務法人就像基金會 基金會有沒有可能也會有持股 也可能啊 所以這些全部都被規範進來 好 所以只要有這些情形 這情形總會就千變萬化 好 所以這個規定要小心 好 那如果是法人呢 法人也是一樣 法人剛剛有講他有董監跟經理人 他也有配偶 所以董監經理人 這些董監經理人的配偶 還有惡心等血心 他們全部只要有底下這幾種情況 所以這裡面只要有人持股 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 這個企業也會被拉進來一起規範 如果他們有這個擔任董監的公司 他們有董監過半數的公司 一樣要全部拉進來規範 所以只要這些他們 跟他們有關的這些公司 只要回頭有智光銀行的股票 我們在算的時候 倒把他全部拉在一起算 所以當我全部拉在一起算 之後發現 你已經超過5%了 居然沒有申報 那這時候就會有 剛剛講的 要求你第一個 沒有表決權 第二個要求你 除氫子骨的問題 好 就是用這個規範方式 好 那法人跟自然人 還有小小的不一樣 法人跟自然人 在這裡到這邊為止都一樣 還有小小不一樣的是 法人有可能在法律上 他有他的關係企業 他的關係企業 如果也跑去買智光銀行的股票 也跑去買智光銀行的股票的話 這時候也要算進來 也要算進來 好 所以這就是同一人 同一關係人 複雜就複雜在這邊 好 光這些人就已經 就已經一頭拉股了 然後他們又去控制公司 公司又去持股 持股又跟你的持股一樣的時候 好 才會這麼複雜 這是利害關係的 只要跟利害關係人有關 大家都要小心 好 那最後啊 在休息之前我稍微講一下 有一個二親等的寫親 二親等的寫親 如果條文沒有特別講寫親或陰親的話 沒有講寫親或陰親的話 就是親屬嘛 對不對 比如說二親等的親屬 那就沒有分寫親跟陰親 但是如果特別講二親等的寫親 或者是幾親等的陰親 就表示他是有特別限制寫親或陰親 好 這個大家要注意 考試的時候這種東西要會算 要會算 要會算 這個親屬的 親屬的那個 那個 那個幾等幾等的算法 是這樣子 從本人開始算 好 這是本人 好 這個一定要會算 不然石一婷 石一婷不會寫 這是本人 那本人跟你 跟你這條線上去的 這條線上去的 好 這是爺爺嘛 這是爺爺 然後這邊是子嘛 這邊是孫嘛 請問這個叫什麼系 直系 好 這個一條直的叫直系 這一條叫直 這條叫直系 好 直系 那直系如果跟你有血緣關係 就叫直系寫親 直系寫親 請問直系會不會有陰親 直系會不會有陰親 直系會不會有陰親 會 會 我的爸爸一定是我的血親嘛 可是我的爸爸 會不會後來又再娶 再娶的那個人 跟我有沒有血緣關係 沒有吧 如果是爸爸媽媽 當然是 媽媽當然是血親嘛 但是如果他不是我媽媽 他是爸爸後來再娶的阿姨 這個阿姨 跟我 跟我爸爸 跟我爸爸 在親等上 他們兩個是算在一起的 配偶 跟配偶親等都算在一起 但是他跟我就不是血親 他跟我就是陰親 好 那這個關係 好 這個等一下講 這怕他被搞混 我們先講親等 一段就是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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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我爺爺是二親等 一段兩段 跟我爸爸是一親等 跟我的兒子 我跟我的兒子 一親等 跟我的孫子 二親等 這樣各位會看 好 親等這樣算 好 這是直系 這是直系 那如果旁系不能直接算過去 所以我的哥哥 哥哥 哥哥可不可以這樣一段算過去 不行 我哥哥旁系的要算到共同的上緣 所以要算到爸爸 算到爸爸 爸爸再算下來 這樣叫兩段 所以我跟我哥哥是二親等 二親等的血親 這樣會嗎 好 那如果我的阿姨 阿姨 阿姨舅舅應該是跟爸爸媽媽同輩 所以阿姨舅舅可能在這裡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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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算到爸爸直接算過來 因為他也不是你爸爸媽媽生的 所以要算到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輩 所以 一 二 再算下來 所以你跟你的舅友是幾親等的關係 三親等 三親等的關係 好 這樣各位會算 第一個 基本的要會算 好 第二個 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血親 如果是陰親 陰親就是來自於婚姻關係 既然是來自於婚姻關係 這個婚姻關係 一定另外有一個人跟你是血親 才會跟他有陰親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的大嫂 你的大嫂 大嫂跟誰一起 如果你不知道大嫂是誰 那這個題目就解不出來了 大嫂是跟胸一起的對不對 所以大嫂的親等就跟胸的那個 好 幾等幾等就完全一樣 所以請問你跟你的大嫂幾等親 一 二嘛 二等親嘛 二親等嘛 二等親嘛 但是他是二等的什麼親 陰親 不是二等的血親 哥哥是二等的血親 他是二等陰親 你跟你的舅舅 你跟你的舅舅 舅舅 舅舅是三等的血親嘛 但是你跟你的舅舅媽 是三親等的什麼 陰親 這樣各位會分了 會分了 那考試如果出現最詭異的 就是像剛剛講的 比如說有那個再婚的問題 再婚的問題 好 爸爸再婚 爸爸再婚 的那個配偶跟你是什麼 跟你是什麼 一親等的陰親嘛 一親等陰親 這樣知道齁 會齁 會齁 好 OK 好 那這個親等的東西後面 只要出現實例 這個基本的你一定要會 如果這個你不會就很容易錯了 好 那我們 這個是二十五之一 好 我們很快把二十五之一再看一下 條文看一下 然後跟黑板上的稍微結合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好 各位看二十五之一 前條所稱的同一人 是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 有沒有 只要講到同一人 就講同一自然人 同一法人 然後再來 同一關係人就是同一自然人 跟同一法人的關係人 就是往下延伸 自然人的關係人 跟法人的關係人 就是反正就是同一人 跟同一關係人的定義 那同一自然人的關係人 第一個是同一自然人 跟他的配偶 還有二親人的血親 各位特別幫我畫血親 所以這也是血親 所以陰親就不在裡面 陰親就沒有 那再來 好 再來是前目之人 這個前目 這個目就是上面的括號1 上面的括號1就是目 我們在條文當中 有所謂的條項款目 條項款目 那這個錢目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括號1 所以你可以注記一下括號1 所以我剛剛說用圖 你會比較清楚 就是那個同一自然人 跟配偶跟二親人以內血親 這些人如果持有 以發行 以發行為表現股份總數 或是資本合計 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 所以這些人 只要持有了三分之一的企業 這個三分之一的企業 如果回頭也持有銀行股權的話 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 同一關係人 這個圖裡面有跟各位說明 再來第一目字 還是剛剛這一頭那鼓的人 這個括號1的那個人 擔任董事長 或者是總經理 或者是過半數董事 董事長總經理 或者過半數董事 那這些人也都是 這也是同一關係的 再來同一法人的關係 一樣就比照辦理 董事長總經理 然後剛剛講的 這個董事長總經理的配偶 二親等血清等等 後面就幾乎都一模一樣 幾乎都一模一樣 好 這是二十五之一 有關銀行關係的 那再來我們看最後 好 最後 最後 最後有一段 他說計算前兩項同一人 或同一關係人持有銀行股份 不過包括 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是 他雖然持股 但是不用算進來 雖然持股 但是不用算進來 好 那第一個是券商 在成效期間當中持有 好 這個比較不會考 重點是第二個 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如果 因為承受擔保品所得 自取得日期未滿四年的股份 剛才我們是不是講到說 這個很多人會用擔保 會用擔保 那有可能你提供擔保品 可能是股票啊 結果你提供擔保品是股票 結果後來你錢沒有還 我就取得你的股票了 可是股票是不是 我本來就想取得的 並不是嘛 是因為擔保品的關係嘛 所以這時候這個單保品 就不應該算進來 不應該算進我持有的範圍裡面 好 那這個時間 從取得自治期未滿四年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一條規定說 如果你取得單保品 四年內要處分掉 四年內要處分掉 所以四年之後這個股權 如果還在你手上的話 這時候就要算進這個總數裡面 但是四年內就不用 好 因為既然是單保品 你也可以選擇適當的時機出手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講到 後面四年的時候 再回頭來看這個 大家會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